民间国小应用国教署及县政府补助的经费 重新改善校内厕所环境 为了融入课程 并且让学子对于民间在地优质的农特产更加了解 全程都由学生致行参与讨论 最后南车由浆及茶叶为主题 而女车方面则由火龙果为主题 国教署所补助跟县政府补助的厕所改建 一般大概学校都会改变成通风舒适还有节能这个方向 民间国小的厕所改善跟大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改建的过程让学生参与结合课程 这个参与当然就是由学生来票选 例如说男生这边的主题要以什么 女生那边的主题要以什么为主軸 让孩子知道我们民间的农特产里面很重要的 就是有茶叶 姜 还有火龙果这个元素 民间国小校长辽志佳及家长会长赖言慧皆指出 这次的厕所改建相当成功 过程当中借游课程让他们投票执行讨论 也能够对于在地的元素产业更加了解 所以后来经过小朋友的票选 他们认为姜跟茶比较能代表男生厕所 火龙果就以女生厕所为主軸这样 所以我们跟小朋友课程的结合在于说 希望他们知道认同在地的文化 知道自己家乡的产业 这次的厕所美化活动的话 就是感觉让民间国小患难一心了 就是学生来这里参加活动的时候 要上厕所也方便多了 然后就是也借此让小孩子 对我们民间的产物还有文化能够更加了解 县议员余秀英感谢小方的用心 并指出民间有许多非常优质的农特产 但学子生活于在地却都不了解 借由这样的方式不仅让他们更加了解在地产业之外 也能够让学校的厕所成为校园的新亮点 在我们民间兵在地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産业 農特産品 但是生活在我们在地的一些学生 真的有的都不知道我们在地産业 并什么都不了解 这次也感谢到我们民间国小的用心 让这些小朋友加入这次 我们切磋的概念更定 透过这次的方式 这次整修工程改善厕所管线漏水 避免地板湿滑以及增加通风外 更融入了在地元素 让小朋友投票自行决定厕所的主题 相信这是非常棒的方式 余议员也感谢校方的用心 希望各校能够一起来效仿 多多的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 记者邱平俊 民间乡采访报道